柯文哲在金華城的案子看似沒有金流 但大家都拿出了當年大巨蛋的案子 李素德那時候也沒有金流 但是就被判九年 那請教他小平哥 因為你也是金華城台北市議會小組的成員之一 現在怎麼樣了呢 案子辦到怎麼樣了呢 因為今天有個消息說 你沒有邀彭勝生來 但邀了第三次了 他都沒有來 也有邀柯文哲 其他都來 連有一個幫人家涉嫌護航的委員 來到現場 許淑華就問他 就他放水那個 他說你為什麼要給他通過這個融機獎勵 他說為了繁榮東區 繁榮巴德路 途市民之利是不是 再拉回來 這個案子如果沒有起訴的話 台北市的土地全部失守 土地財團就上下起手 践踏台北市 如果台北地監署沒有起訴 起訴這個案子 我到台北地監署前面滾丁草 等一下 你再講一次 小平哥啊 插賭了 你不是請雞排啊 你再講一次 小平哥說什麼呢 我這個案子 我認為是最嚴重的土地案 土地幾百億 跟土地財團勾結傷害台北市 如果台北地監署 敢不起訴這個案子 我到台北地監署前面滾丁草 你滾的時候只能穿短褲 丁草 我請台中的廠商贊助 一定 那個針一定會有 針很利是不是 針很刺是不是 你頭可不可以弄鈍一點 好好好 我們私底下 小平哥你怕了嗎 你怕了嗎 不是 我就滾那個就表示 不管對我沙目上 表示我的決心嘛 為什麼你覺得呢 我們一定要把柯文哲起訴 因為我建築我很熟嘛 我在建築公司上過班 他們這樣做太惡劣 那明明不是都根的用地 沒有劃定 沒有私業計劃 沒有權變 你憑什麼可以給他20% 200多億嘛 這第一件事 我再跟你講 我講一個你眼珠掉出來的話 給你聽好不好 正面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 六千坪 六千坪 然後容積是不是840 而銷售面積再乘以1.4 公司的40% 是多少坪 7 8萬坪 一坪賣200萬 那1400億 扣掉所有利息 1400億 銷售金額 然後扣掉利息 扣掉建築費用一坪 算他45萬好不好 我跟你講還淨賺1000億 1000億 不是120億 1000億 我想沈俊金可以賺那麼多錢 一計而已 台北市 作孽呢 我為什麼恨他 我為什麼恨柯文哲 因為他作孽 台北市一年的自酬財源 我們預算1800嘛 加500多億的統籌付費款 我們全部的 台北市的自酬財源 只有1000億 一個進化成 送掉一個台北市一年的總預算 開玩笑嘛 混账東西這些人你知道 壞這些人 我跟你講我們一定 一定我們力量小 可是我們一定起來 對抗土地財團 跟他拼了 我跟你講 現在你們現在調查 差不多什麼社會的結構 你們不是組成調查小組了嗎 我都查都查的差不多 就是彭仲聖沒有來 跟文哲沒有來嘛 我覺得 聽說有傳一些人 這我沒有辦法證實司法 然後先傳誰 因為沈慶基有幾十個人頭公司的董事長 他一個月領幾十萬喔 那就用司法出來 你要扛啊什麼 他們你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曾經在 好市府當過局長的 當他的精華成 那個精華成的 找進去 對對對 那個好像有被去問 我覺得八九月大概會 大量的開始要傳訊了啦 先傳周邊的嘛 資料都調完了 幾個月前全調完了 我們現在調資料也調不到了 官方都拿走了 所以北前現在已經開始在查這個 整個案子的一個賣果 幾個月就在查 那傳人 現在好像開始在傳人了這樣 整個方向這樣走 對 好 所以 將軍輸讓我們輸定 那個小平哥 滾丁床 你要不要來討讀一下 大家都來討讀一下 要來討什麼 你是軍人 你要俄羅斯那個 那個 俄羅斯輪 小平要討得大 因為他是 然後原告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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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教將軍 因為我覺得這個黨很奇怪 因為你看 像黃國昌說 只是貪污而已 只是土利而已 沒有貪污 那柯文哲也說 對啦 貪污 沒有不合法 但Z9也說 你看這個黨的法律觀念 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黨是不是很奇怪 那柯文哲現在態度也很奇怪 幹嘛自正清白 自己講出來 我們先不講法 講常識 大家這段時間想說 沒有沒有 紀利當紀天下利 柯文哲土利而已 差一個字 我告訴大家 紀利跟土利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我還真的去問過 真正的這個法律人 什麼叫紀利 什麼叫法律 紀利叫做計算利得 所以說紀利當紀天下利 紀利不能紀我自己獲得多少 我要紀所有台北市民 因為這樣子通過 每一個人可以獲得多少利 這叫計算利得 這沒有錯 紀利當紀天下利 一點都沒錯 什麼叫土利呢 叫做圖謀利益 圖謀利益 因為你看 連一個地方開發 旁邊如果也是這樣 大家漁庸得利 我們也說 你很好 很爽 剛好買到這一塊 所以沒有紀利罪 有圖利罪 計算利得 然後計算所有台北市民 因為建了一條公路 建了一條省道 或者是做了一些公園 周遭所有的市民 他可以計算利得 獲得多少利益 所以沒有紀利罪 為什麼圖利罪呢 叫做圖謀利益 圖謀什麼利益 這一個工程 本來按照正常的所得 這個廠商可以賺一億 可是因為我的大開方便之門 讓這個廠商獲得暴利 他的圖謀利益 超過他原來利益的多少倍 這叫圖利啊 圖利有沒有罪 不拿錢都有罪 不拿錢都有罪 因為你的公務大開方便之門 讓不該獲得這麼高利益的人 獲得這麼樣的高利益 那如果圖利罪 又圖利了 那都合情合理合法 那以後高利貸都無罪 我們跟銀行借錢 要不要還利息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的 法律觀念很奇怪 是柯文哲是真不懂 還是假不懂 故意混淆大家的觀念 還是只要出來 只要出事之後 因為我已經聽到他講說 例如說幼兒園的案子 例如說剛好案的案子 他已經說過很多次 要檢討SOP了 還是說一出來 我就說反正出了事情 我就要檢討SOP 然後呢 出了事情之後 他說圖利 好啦圖利啦 合情合理合法 圖利就不合法啦 然後他再講說 你要辦對不對 不過這麼多個委員會 下面四五十個人 是不是要一起辦 大家聽到喔 這在叫板 這個檢察官喔 你敢不敢辦 你敢不敢辦 五十個人 這恐嚇檢察官 對 在叫板 這在叫板 你要辦我對不對 那先辦這五十個人 這五十個人 全部都一起 辦完再來辦我 還是這樣子 全部辦完 最後我是蓋章的 再辦我 我告訴大家 高環當時就這樣倒了大霉 高環本來是他 跟這個他的 安娜達的事 後來變成他 跟小兔的事 後來變成他 跟他那一群助理的事 因為他說 沒有啊 助理自願捐我的 那每個助理都吵起來 我沒有自願捐啊 那是你叫我捐的啊 所以為什麼高環這麼慘 他只是 這個四個人出來做 四個人出來搜集 然後大概所有的助理 出來作證 不過十幾個人而已 柯文哲現在 一次挑戰五十個耶 他先一次挑戰五十個喔 要辦我對不對 先把那五十個辦一辦 這五十個可能來開會 來簽名而已喔 他都要倒楣耶 你說 你認為這五十個人 會不會跳出來自清 那跟我無關 連金華城公司的公開說明都說 沒有 沒有一切合法 沒有土力的問題 連金華城都跳起來了 所以柯文哲這個是做法是什麼 他這個做法第一個 他要營造一件事 就是說難道來投政府標的 都不要賺錢嗎 難道來賺錢都是土力嗎 他要營造這個氣氛 就是我讓他賺錢 他來投政府標 讓政府這個台北市政府能夠 北市說這幾個案子 他都是這樣 他都是這個概念 就是難道來投政府標的不能賺 可以賺錢 但是不可以賺暴利 你把這個容積率把它變成 全台北市找第二個嘛 你說這樣 杨俊你知道他原始是有200是工業區 是啊 搞到840耶 是啊 這我是沒有王法的 800% 840%的容積率 你再找一個案子 台北市找不到 旁邊的新北有沒有 桃園有沒有 如果鄰近的縣市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合840% 現在看起來都沒有嗎 沒有沒有 我們桃園會查過 沒有840% 這太過分了 所以我才說 柯文哲就是要營造一個說 讓廠商做 讓他賺錢有錯嗎 一起來開發台北市 可是你為什麼透過大開放變之門 讓人家獲得不當的利益 另外連Z9都說話了 Z9是曾經代表過民眾黨參選 立委跟議員的 他就講說 土力就違法 還說我就 好啦土力啦 那合情合理合法 這就是矛盾嘛 土力就是違法 那麼民眾黨的法律觀念到底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說 土力不違法就不違法 柯文哲說 刀叉吃人肉就吃人肉 你昔日說財團 真是不道德 拿刀叉吃人肉 在魚肉台北市民 現在你在做什麼 現在你在吃生肉 這麼誇張 他只要一分手 直接抓都行 所以我才說 連自己昔日的同事都講說 你這個概念 你把高宏安形容是時代的悲劇 還有人說他是悲劇英雄 這真的是滿頭問號 所以我覺得 真的 民眾黨你是白的顏色 白的顏色不是不容易髒 穿白的衣服 不要隨便吃有顏色的食物 因為很容易搞髒 一次搞髒 還搞髒全部 真的是讓人家不勝稀署 最瞭大的挑戰 你可是下來 可惡 這�dag 我為什麼 那就 日本